大家好,我是雅馨,欢迎收看艺术史 踩去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是一种乐观知足的生活态度 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 尽管说可能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但是我想幸福感却在逐渐降低 其实说到底,现在很多人活得很虚伪 经常是表面做一些工程 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反而会让我们自己感觉很累 蔡根坛里说 能倾富贵,不能倾一倾富贵之心 能重名义,又负重一重名义之念 是适境之尘分未扫,而心境之芥蒂未旺 意思是,有的人经常把金钱视为粪土这样的话 挂在嘴边上,还表现出蔑视权贵的样子 但是,其实在他们心里反而比谁都看得更重 这类人真的是表里不一 还有一些人嘴上经常说自己很看重名义 也经常做一些讲义气的好事 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而是刻意地想要表现出自己的义气 这叫做孤名调育 所以说想要真正成为高尚的人 就必须要明白你自己到底应该轻什么重什么 不能只做一些表面文章 要让自己心口合一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物语横流 很多人都说钱这个东西是一辈子都赚不完的 每个人都是在为了这些在奔波 但其实呢,我们回头想一想 我们自己真的快乐吗 金钱并不是万能的 它虽然能够支付我们一切的娱乐活动 还有我们日常的开销 但是如果这一切就算是做到了 但你真的开心吗 它甚至是可以帮助我们摆平一些困难 得到我们想要的名利跟权利 但是得到了这些 你内心就能够感到幸福了吗 这些身外之物 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 并不需要太看重 也许我们现在的环境 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生活压力 我们很多人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生计 但是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 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星云大师说 人生需要生活 也需要财富 财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但是当我们不需用生活作为代价 来换取财富的时候 得来的财富 我想也会变得没有价值 甚至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因为说到底 提升幸福感 还是在于自己的内心 绝对不是嘴上说一套 心里想一套 而是真正想明白 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能做什么 不被这些身外之物所连累 因为一旦这些东西 开始重新支配你的时候 悲伤跟痛苦 也会重新开始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